主委 主委有跟其他委員在質詢的時候有回答說 5月30為什麼要送達這份報告 其實它是一個例行的 所以你接下來 你還是會再重啟相關的審查嗎 是不是這樣子 是是 但是這個要 還是要接受 接受台電跟經濟部的相關 但是我們會先開始做 先開始做 好 所以這個是不相關的嗎 我們還是會再重新再重啟審查 第二個剛剛也有質疑就是說 院長的對外宣誓跟我們這份報告有關係嗎 您所指的對外宣誓是 就是說可能要考慮啟動這個合一這個部份 我真的不清楚 不清楚 對對對 而且我認為院長所講的 據我們事後的了解 事後不是事情 事後的了解 院長主要目的是強調就是說 他的意思並不是要說合一要再重啟 他只要講說 核能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安全無語 才怎麼樣 好 謝謝主委的那個說明 因為剛剛招委一直講說 其實我們今天是要針對業務報告 所以不是為了這件那個 合一場重啟一號計案 所以我想說 我現在就是要針對我們的 原能會的業務來 有一些問題來請教主委 我不敢 第一個就是 6月8號禮拜三 其實蔡總統已經非常的在清楚的 那個公開發言當中提到說 2025年完成非核家園的目標 從未改變也絕不會改變 所以顯示總統對於完成非核家園的決心是 是非常的堅定了 那我想說總統已經這樣宣誓了 我相信主委你是不是也是抱持的相同的立場 承諾在2025年非核家園這項目標不會改變 也會努力去推動這樣一個工作 是 坦白說 我在當初接任之前 跟到現在為止 我的理念都是一致的 我講過 我接受這份工作 就會徹底的遂行 這個新政府的政策 那2025非核家園是他的目標 那我當然就是找 2025的目標去走 謝謝 那其實在我們看到主委今天的報告當中 有提到我們的園能會有重要的一個工作 就是在核電廠的安全監督 還有核災應變措施以及核廢料的相關的工作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主折的業務 可是我這邊我們也整理了一份資料 就是 從2010年到2016年 在6年當中我們看到台電公司 它的核能發電廠至少發生了14次的重大核能災害事件 那我們看到那個監察院這邊的相關的資料 在93年到102年期間也發生了 台電公司也發生了異常事件87件 違規案件60件 以及應該注意改進的事項也高達了553件 所以其實主委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民眾對於我們台電還是我們園能會 在這個部分信心 真的沒有信心 對那我不知道說主委你覺得 接下來你要怎麼樣子來提升我們民眾的一個信心 我剛才也曾經講過 第一個呢園能會本身要資訊公開嘛 然後嚴守中立 讓社會大眾呢能夠爭取社會大眾的信任 我想這個是最基本的 這是第一個首要 可以說是第一要務 因為呢如果社會大眾不信任的話 我們說什麼他們都不會相信的嘛 那另外呢我就配合剛才委員所提到的 你們所放出來的 坦白講我真的很不滿意 我真的很不滿意 就如同呢我在 在大概差不多兩個禮拜前呢 我跟正務副主委去看核荷廠二號機的時候 我曾經跟他們說過 我說核電廠只要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就算是一個螺栓的問題 那基本上都是很大的問題 對 相較於火力電廠或是其他的電廠 所以說我希望就是說能夠做到林缺師嘛 但是我特別強調一下 我們是監督他啦 我們可以要求他 但是真正在執行這一塊呢 還是經濟部跟台電他們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以說我呼應剛才你所提的 基本上我是不滿意 好 謝謝 所以我們原能會還是要做好整個核電安全的把關 是是是是 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嘛 是 那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在實現整個2025的非核家園之前 整個核電的一個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這個報告當中我們也看到說 您有提到說我們會跟國際接軌 跟國際重要的組織來合作交流 那其中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的 知識聯合國的一個組織叫做國際原子能總署 對不對 那他裡面這個總署他在有一個公約叫做核能安全公約 他是在1996年生效的 那我看到我們原能會好像也有依照這樣的一個公約 針對14項要維護核能發電安全的一個義務 應進義務我們有提相關的國家報告對不對 是 第一次是在2005年一份英文的 那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 可是按照這個公約其實他是要每個國家 雖然我們沒有簽署啦 可是如果我們要遵照他的整個做法的話 其實是每三年都應該要提出國家報告 可是我在網站這個部分沒有看到我們最新的國家報告 不知道說有沒有在進行當中 這份我們應該是有在 我想這樣子好了 因為主管業務的張處長在這裡 跟委員說明一下委員的訊息是對的 如果是我們是會員國話是每三年一次 可是因為我們不是所以我們是每六年一次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希望我們寫完的報告 還是沒有人來跟我們一起互相來檢視 所以我們跟美方有一個協議就是說 我們的公約報告 我們的國家報告 我們會跟他們互換 那當時的同意就是每六年要執行一次 那事實上明年我們新的報告就會給他們來做檢視 所以美國也是每三年提一次嗎 他們是每六年嗎還是 他們每三年他們是會員國 可是因為他們要特別來看我們 所以他們還要有他們人力上的考慮 所以我們當時是說好就是六年一次 可是六年會不會太長了 可是每一次我們在檢視我們的報告時候 我們都會重新去把別人的三年的報告 都重新再檢視一次 所以我們一定是跟上國際的腳步 好 這個部分我能不能提供主委一個參考的一個做法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針對比較是國際公約這個部分 我們在台灣我們都是用施刑法的方式進行 我是要說主委知不知道 不了解 就是兩公約還有那個西斗 還有兒權公約 還有那個最近通過的深藏公約 就是說我們因為國際的一個 我們知道國際的一個困境 我們沒有辦法去簽署這樣的國際公約 可是我們在台灣我們是通過這個公約的施刑法 讓這個公約在台灣就等同我國的法律有效力了 所以我只是在想說 我們怎麼樣再讓這個的核能安全公約也能夠 是不是也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讓他能夠更制度化常態化 讓我們在這段邁向非核家園這段時間 我們能夠用跟國際相同的一個標準 來做相關的安全的一個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是 好所以我們是不是請我們原委會去研議 就是說我們如果用一個施刑法 然後我們是不是應該怎麼制定 然後是不是可以送到立法院 然後來考量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可以 好謝謝主委 好那再來呢 我們是針對我們未來的那個組織改造 因為我們知道 目前我們原能會目前是二級機關嘛 可是接下來好像主改之後 我們會到行政院這邊來 然後變成了三級機關 那我不知道說那個主委 那你對於這樣一個主改之後 原能會的角色功能 你會覺得說 跟現在有沒有什麼不同 以及未來如果要扮演一個溝通協調跟監督的角色 會不會有產生相關的一個困難 我想從前從最後一個問題回答 我覺得當然會有困難 我就這個最簡單的一件事情來講 各位呢 都現在都認為 原能會跟台電之間有 好像不可切割的關係 那你們如果想想看呢 如果 可是現在台電 台電或經濟部也好呢 跟原能會 特別是經濟部跟原能會 它都是平行機構 可是將來有一天呢 原能會變成核能安全管制委員會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三級機關 那基本上呢 要審核它審查它的 坦白講 這些 基本上這兩個位階不對稱嘛 那這個面 就第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第二個 參與的這個工作人員 基本上呢 原先是在二級機關裡面 它的這個職等 等變成這個三級機構以後呢 基本上呢 它心裡面的這個各方面 這個情緒 還有一些 那這些也是 另外還有呢 就是 原能會相關的業務 坦白說 這些年來呢 已經慢慢在轉型 那轉型當中呢 裡面呢 特別是針對核醫 核子醫療這一部分 坦白說 到目前為止 我所知道的 大概 就算是做能源的 基本上呢 這一塊呢 基本上的涉獵呢 也相較於這專業人才呢 還有一些專業的一些 技術性上的工作呢 那坦白講 都不太能夠取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 那 坦白說剛才講 這都不利於 將來的核能管制工作的執行 那主委有什麼樣的想法對策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今天還是強調就是 我今天來的工作呢 就是如何把我們 原能會的相關的工作 特別在 核能安全管制這一部分呢 核能安全跟福安監督這一部分 能夠表達清楚 還有這相關業務 針對著 從剛才到現在為止 針對轉型的一些再生能源 或是 因為我是覺得這些跟 經濟部目前的一些相關的業務啊 這是重疊的 那更何況呢 我們不是經濟部的目的事業主管機構 所以跟台電之間的關係呢 所以我基本上呢 我盡量避免去談這個問題 那 如果 呃 委員這麼提出來呢 那當然我坦白說 我就要幫 呃 事實上我是在這個位置上 坦白講 因為未來的 廚藝也好 或是核費也好 基本上是一個 跨世代的工廠 對 其實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OK 今天我們大部分時間呢 就 都放在一些 一些 那一些事情上面 我覺得 在廚藝跟核費這一部分 坦白講 我們目前各部會也好 包含圓人會也好 我們都不夠積極 所以我希望能夠更積極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問我 我可以這麼說 我當然很希望他 至少還要維持 是三級的 好 可是目前 那對不起 二級的 對對對 不好意思喔 目前組織法似乎看起來是三級 可是我這邊可能就要跟 主委做一個建議 就是說 我們行政院是不是可以 應該可以建議行政院 成立一個 跨部會的一個 協調的一個 機制出來 一個匯報出來 這個部分請主委參考 第二個 委會覺得說 我們如果變成那個 行政院下面的三級 然後 因為以前我們叫做原能會 是因為我們要開發原能發展 可是我們未來的發展 我們是要往非核家園 所以我不知道說 這個的名字 因為以後的名字 會叫做原能安全委員會 是不是還要保留這個名字 也提供 也提供主委去思考一下 因為如果我們要非核家園 是我們未來的努力的一個目標 是 謝謝 以上 謝謝 謝謝